冬天在家吃好料 大家好 我是吴秉晨 最近呢 是不是常收到禮物呢 我好久沒收到禮物了 可是呢 這一陣子 我又有禮物囉 今天的禮物呢 應該是要很特別才對 冬天呢 到底 你送我什麼禮物 我可以做出好吃的料理呢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們一樣來開箱吧 有點重 好啦 用爆的好了 好啦 就是它 原來就是大同的 智慧恆溫電鍋 哎呀 這個電鍋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可以幫你控制溫度 還可以做酥肥料理喔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都是不鏽鋼的材質 還有一個蓋子 好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升級版的這個內鍋的部分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這個電鍋呢 在冬天 它可以做一些進補的料理 好 我今天來叫它做一道 大家也非常熟悉 而且是升級版的 蒜頭雞 蒜頭雞湯 這道的食材有 小土雞一支 蒜仁五十克 蘑菇五朵 黑木耳三十克 紅喜菇一包 三藥塊一百克 紅棗六顆 調味料的部分有 米酒五十CC 鹽巴兩茶匙 好 一開始的部分呢 我們將小土雞先做穿燙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土雞肉塊也可以 燙過之後呢 你的湯頭比較不會有雜質 這就是我們在做湯品的時候 必須做的一個動作 雞頭部分我先朝下 身體再放進來 怕燙的朋友們 你可以用一個夾子 小土雞油脂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拿掉 那才不會燉出來的這個湯品 太過於油膩感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 智慧很溫電鍋的這個內鍋 把它拿出來 它是三菱式不鏽鋼燙沾黏的內鍋 也是一個新款內鍋 這個雞肉燙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放其他的食材 食材的部分呢 先將蘑菇 把它放進來 你也可以泡過 那今天我是燉湯 我就直接把它丟進去 然後再來就增加一些膠原蛋白 所以放了一些木耳大量的蒜頭 這時候把它放進來 紅喜菇 蒂頭部分把它切掉 你就可以把它撥一撥放進去 這樣子的你的蒜頭雞 它就不會單純就是一個 只有蒜頭而已 跟雞肉 所以這樣子會多了很多的食材 我又加了山藥 今天用的是台灣的山藥 冬季的時候呢 其實很適合來做這一鍋 讓你吃起來全家人都暖呼呼的 然後補充一下體力 再來就是紅棗米酒 50cc 鹽巴 大約2茶匙左右 不夠鹹 我們後面再來去做增加就可以了 好 再來就是水的部分 電鍋在做燉煮的時候呢 不要建議大家 你的水分不要加超過8分滿 你要留一個空間 讓它在裡面做沸騰 這個時候呢 我會直接把內鍋的蓋子 把它蓋起來 核溫電鍋在外面部分一樣 就是加一杯水 然後再來放上去 好放好之後呢 鍋蓋 把它蓋上去 這個時候呢 你就按這個 開始鍵 裡面的選項部分呢 有7個選項 包括我們模式有 有珍煮 有白米 有糙米 那包括還有 稀飯 那還有一個提筋 提筋就是你要需要它更久 還有一個恆溫 恆溫你就會來做蘇菲 設定你要的這個溫度 我就選擇我的一個 慢燉 就按開始鍵 時間 到了 它就會自動的保溫 譬如像這樣子的燉煮鍋 它已經做了雙層的一個 防燙的一個機制 所以你在外面部分 你不用怕它去燙到 所以我們就等它跳起來吧 蒜頭機燉好了 等待是值得的 香噴噴 打開來看一下 不要讓它有多餘的水分進去 你在這個內鍋上面 你就可以蓋這個蓋子 你看這個 哇 原汁原味 就是你加了多少水進去 起來 它就是多少的水分 哇 升級版的這個蒜頭機 真的是很讚 我們可以來盛攀囉 哇 冬天抗寒蒜頭機完成囉 好香好香 用滋味恆溫電鍋呢 直接在那邊燉煮 整間名漫的都是香氣 我要準備來抗寒 氣下暖呼呼的 善頭機囉 全省大同3C門市 網路一同購都有賣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喔